觀眾朋友們好 歡迎收看美麗星塔班 退休遠景蔡紅冰退而不休 耗資千萬鈣豪華溫室 想要種植有機蔬果 但經歷了幾次種植跟產燒失敗之後 他開始嘗試種小黃瓜 沒想到不到品質好賣相家 還受到了有機通路商的青睞 因此開啟了他的事業第二存 這個就是蔡大哥他的小黃瓜 他的特點就是 他的水分沒有很多 他就是這樣子 他的脆度就是很脆 因為他的水分控制得剛剛好 對啊所以他的果實就是特別脆 對就是像這樣子這麼脆 往事上擦一擦把灰塵擦掉 就直接吃掉了這樣子啊 他就覺得自己做這種有機無毒的東西 吃起來就非常的安心 蔡紅冰把小黃瓜種在溫室裡 葉面大而翠綠 不僅可以控制品質 也可以控制成長期 具有市場的競爭力 就差不多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就可以採收了 從小苗到斷芯就可以採瓜了 採瓜可以採差不多兩個月左右這樣 從警戒退休後的蔡紅冰 五年前想退而不休 並且從零開始 樂當一位休閒的農夫 想說退休也是要找一個工作做 這樣才不會說無聊 也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就可以邊做也可以休息 也可以當說是運動也可以啦 不會說這樣子生活就退休下來 沒有一個重心會變成生活 就沒有說很充實這樣 也是要正常的生活這樣才比較好 於是在還沒退休之前 就請一農業界的朋友 才決定蓋這一座豪華紋士 我是在藝主那邊有一個黃先生 我之前還在上班的時候就有認識他 他也是做這個的 他就是他幫我指導 然後我覺得他就是用離地的 我們比較好種 比較至少地底下的一些病蟲害 因為我們好控制 你如果種在地上就不好控制 設施好的話 我們來做有機的比較好做 為了好管理 避免氣候起伏而影響作物生長 彩虹冰砸下千萬元 蓋這一座由自動化設備的溫室 並且採離地栽培 種植有機作物 我們就是會掛一個溫度計 然後當溫度到某一個 像我們是設定在30度左右 然後就是自動啟動 讓他去把就是 讓這個溫室裡面的溫度做一個對流 就比較不會那麼悶熱 因為我是新農 剛開始也是 雖然是有老師有朋友在教 不過還是多多少少也是有收入 不過就還好啦 這一次是種的比較好 有越來越好越來越好這樣子 還有進步的空間 彩虹冰一開始種過玉女小番茄 梅濃瓜以及彩椒等 但收成卻沒有預期的好 深刻體會農民面臨市場價格的不穩定 直到兩年前種植小黃瓜 品質穩定 受到有機通路商的青睞 我有跟朋友一起 因為我們小農面積不大 就是你要三五個 或是兩三個朋友 都有種一樣的東西 然後跟通路商去談 要談價錢 這樣才穩定 如果一般的不是做有機的這一塊的話 外面的市場價錢很便宜 你像拍賣北龍 或是西螺那個果菜市場 他們賣的價錢都是拍賣 隨便他們喊的 好幾十塊也有 個位數也有 小黃瓜的產期 除了採收小黃瓜 再來就是把彎度太彎的小果 先淘汰掉 才能符合通路商的要求 而且每一根有機小黃瓜要比直 長度二十二公分左右 也不能過長 造成包裝上的困難 這個小黃瓜 也有這幾次的經驗 五年多的經驗 所以覺得小黃瓜 因為我們是做有機的 有機的 然後價格比較穩定 你如果其他的話 做物有時候就價格不穩定 所以我這兩年都是種小黃瓜 這樣 這五年來 蔡紅斌不斷調整栽種方式 還自己研發多種益生菌液肥 小黃瓜的品質好 才收其長 是用一些菌肥 我們有自己去上課 就老師教一些EM菌 木霉菌 枯草感菌 這些就是益生菌的 也是我們改過腸胃這樣子 像養肋肚這樣子 所以它那個植床上面就是 比較健康 比較健康 它植株根部就不會有 不會生病 這樣植株長得就比較好 然後就是在春秋的時候 比較容易發生 它就是因為氣候的關係 高濕高溫 所以它就很容易發生 那我們的方式的話 我們就是平常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季節 會有這種狀況 那我們大概就是會做預防 一個禮拜就是噴一次那個 我們用枯草感菌嘛 就用預防的方式 一個禮拜噴一次 除了使用有機液肥以外 不夠農藥跟化肥 蔡紅斌的溫室 沒有連續更做的障礙 雖然在病重害方面 頁面有稍許的白粉病 只要控制得以 不會影響小黃瓜的成長 像病重害這個 就是有稍微 像這個有稍微的白粉病 這看得出來 如果其他的有的 因為我這個原則上 目前是還OK啦 還控制得好 因為你做這個作物就是 你還沒發生之前 你就是要先去做浴王 原則上就是一個禮拜 兩次的黃制的工作 蔡紅斌夫妻倆 從一開始堅持有機無毒 雖然幾經嘗試失敗 如今產量跟營收達到平衡 開創他們退休後 事業的第二春 就叫做了 清醒 你不在意 到處 那裡 你不要 冬家 你不在意 沒有 那裡 你不在意